黑龙江的马铃薯种到广东会有怎样的收成 在广东湛江的穗西县 川夏两季种植水稻 在东咸的水稻田里种植来自黑龙江的马铃薯 北蜀南种在这里不仅利润可观 而且逐渐形成稻稻鼠的种植模式 为远道而来的种植合作社和当地的农民带来了双赢 这几天东种的马铃薯正在收获 现在是广东湛江大岛薯种植基地迎来丰收的时间 农民们正在收割马铃薯 据了解今年马铃薯的产量也是比较高的 母产量超过5000斤 在广东湛江岁西成岳镇石塘村的田间地头 农民正在分检马铃薯 打包后的这些马铃薯将被运往全国各地 冬天我们那里就没什么事 什么都做不了 联社给我们带这里我们种点地 这一冬天也能对付几万块钱 据了解在广东碎西种植马铃薯的 都是黑龙江旺葵县农民 异地种植的马铃薯不仅品质高 利润还是在黑龙江种植的十倍 现在市场价是1块1毛5 一亩的存利运达到2500到3000之间 我们北方从来没有1块多钱的一个价格 都是5毛钱到6毛钱之间 早在2014年黑龙江省旺葵县的农民 就开始在广东碎西的汉坡地上试种马铃薯 近年来 碎西县开始建设稻稻鼠高效生产示范基地 和汉坡地相比 稻田东种马铃薯产量提高1000至2000斤 如今当地的农民在东天将闲置的稻田租赁出去 同时还可以到基地打工赚到了双份钱 据了解 目前碎西稻稻鼠种植模式大约有1000亩 争取在三年内达到5万亩东种马铃薯的目标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